天无决人之路 我数到三你就抓紧我 等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啊 再等小命就没了 都什么时候来穷客套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跟你穷客套 我就是个凡夫俗子 你让我从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跳下去 我要是死了怎么办 我都不知道救命的人 叫什么姓什么 那么终生遗憾啊 那你听好了 我是西玄派 泰拳宫大弟子张依依 张依依 好 我记住 你还是抱紧我吧 干什么 谁让你跳的呀 不是你说的 一二三开始跳的吗 我是说数一二三 让你抓紧我 我有灵力带你飞 我 飞呀 那你早点说呀 什么力竭折先 我看你就是个棒锤 我张依依依堂西玄派首席大弟子 什么时候这么狼狈过 今人算我命里犯冲 活该倒霉 我 把人交出来 休想 他注定是要拜入我西玄门下的 想要人凭本事抢呀 我 你 随老夫回南海寺吧 这回可真的是走不了了 哎 我告诉你 你可救人究到底速服送到西啊 你可不能不管我啊张依依 那既然如此 咱们说好了 以后啊 你就是我的人了 你拜入西旋 我护你周全 那就一言为定了 逆你歪歪的 说什么呢 这么快就亲亲我我了 娘 我派的殷杰之人 已经被我找到了 住嘴 都敢下山私自抢人了 三位真人到访 这荒凉之地 也成了仙山宝镜 在下惠海见过真人 早听闻子微真人 已经闭关修炼三十余载 今日破例出关 莫不是为这少年而来 掌教出关 是特意要找一有缘人 乘其一搏 此乃是我飞升之前 唯一之宏愿 还望诸位海寒 原来这老头 是来选传人的 此生若能入西旋 我的修仙梦 便可得偿宿愿了 真人有此宏愿 可我等也实有难处啊 鬼宗何不大度一点 将这少年让与我们 慧海大师所言甚是 各门各派皆有难处 我西旋派虽兴旺 但从不以示压人 这样吧 我们来问一问这少年 看他愿意归投哪一派 如此可公平 但说无妨 我等为你作证 我 我 我当然 我当然是愿意拜在 西旋派门下了 师父 还请受徒儿一拜 这修仙剑上说的 这可以骑成神鸟 这果然也太厉害了吧 这也 不就骑个鸟吗 至于这么高兴吗 当然高兴了 那个是柯柵王 阴阴仙子 你能让这个神鸟先停下来吗 我想跟花娘和老张打一声招呼 这以后入了西旋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可以见到他们 神鸟展翅 其实说停就能停的 再说了 师父们还等着你拜入山门闹 耽误不得 说与他们缘分未尽 他还是定能相见的 进了西旋山之后呢 我就是你师姐 你就是我师弟 我说什么 你都得听我的 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真是干啥啥不行 认怂第一名啊 以后要是有人敢欺负你的话呢 你就报我的大名 我张音音照着你啊 好 我也可以休息了 我也可以飞了 你瞧我的鸟 好 好